大家好,我是阿虹 上一期就有和大家分享了一款 姜鱼仔高汤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就用这个姜鱼仔高汤 来做一道苦瓜鱼片汤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首先准备大约150克的鱼肉切片 我用的这一片是多鳗鱼 如果是买不到多鳗鱼的朋友们 可以用其他适合做成鱼片的鱼类 多鳗鱼呢,会有一点点的泥味 所以我们先抓洗了,才来腌制 加入半茶匙的盐 加入适量的清水,抓洗两分钟 抓洗完之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挤干水分 下一步来腌制 加入三分一茶匙的盐 加入适量的胡椒 加入一茶匙的烧性酒 加入一茶匙的油 加入一茶匙的玉米淀粉 接着把它抓匀 抓匀之后放一旁 备用 下一步准备大约200克的苦瓜 接着用汤匙把瓜囊挖掉 然后把苦瓜切成薄片 然后把苦瓜切成薄片 下一步我们来腌制苦瓜 下一步我们来腌制苦瓜 加入一茶匙的盐 然后用手把它抓出水分 抓出水分之后放一旁腌制三十分钟 下一步准备一粒番茄切成脚状备 准备一粒番茄切碎 准备一粒蒜头把它切碎 苦瓜腌好之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接着把它捞出来挤干水分 备用 准备大约400克的姜鱼仔高汤 下一步起锅烧油 首先加入少许的油 接着蒜米进来炒香 炒至金黄色 好了 这里是所有准备好的材料 下一步起锅烧水 首先加入适量的清水进来烧开 水烧开后苦瓜进来 焯水十秒后捞出 接着火不要关 我们继续水烧开后 鱼片进来 焯水十秒后捞出 下一步准备一个砂锅 接着高汤进来 然后我们再加多一倍的清水进来 把它烧开 把汤煮滚后 把汤煮滚后 番茄先进来 接着来调味 加入一汤匙的鱼露 接下来我们先试一下味道 味道OK了 鱼片和苦瓜进来 好 我们把汤烧开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烧杏酒 就可以上菜了 最后呢 把炸好的蒜米和油一起放进来 好了 一道非常好喝的苦瓜鱼片汤 完成 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